沙拉越政府同意收购马航飞翼 但是至今没有实质的进展 沙拉越在野党领袖张建仁 促请州政府说明什么时候完成收购 以及将来各个加捷的机票价格 张建仁指出 来往东西马的机票售价越来越贵 尤其是加捷期间票价高涨 例如即将到来的学校假期 从沙拉越飞往吉伦坡的经济舱 单乘票价就突破了1000令吉 他以亚航9月13号的票价为例 从古近 湿屋或是梅里 飞往吉伦坡的单程票价 就介于849令吉到1709令吉 沙拉越子民迫切想要知道 州政府究竟什么时候会完成收购马航飞翼 为州子民提供低廉的加捷机票 他也促请州政府列明收购价格和营运成本 冒陪伦坡的失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